37岁大龄圣女妻女着马 故意吊着暗脸她两年的男闺蜜不撒手 明知道阿峰对自己有意思 就是不肯松口 因为她总在幻想下一个会更好 阿峰是典型的舔狗 只要女神一个电话 随时随地都会立刻出现 即便自己如何先殷勤 女神始终对她不冷不热 的确37岁一个特别尴尬的年龄 即便被女神迷得神魂颠倒 可是她已经37岁了 早已过了冲动和浪漫的年纪 人生没有多少个两年可以继续等待她 这顿饭阿峰就是想看看女神的态度 果不其然女神依旧像平常一样松散撩着天 散场是女神开着自己新买的奥迪离开 留下阿峰一个人开着三万买来的 N手二手车落魄回家 此时女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不知道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 女人名叫何山今年37岁 目前是一家香港公司的销售总监 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深圳奋斗 一个人白手起家 在深圳打拼半辈子有房友车 自己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大龄圣女的圈子中 何山一直知道阿峰喜欢自己 可是她总感觉二人之间少了些什么 两人相处模式类似情侣但也不是情侣 每次聊到阿峰前女友时何山也会吃醋生气 她性格是属于那种很棒的吗 很棒比我还棒吗 那你还说我是女强人 阿峰去年曾和何山求过婚 当时何山并没有同意 四年前何山交往了一个外国男友马克 马克人高马大还多惊 两人瞬间坠入了爱河 交往了几个月后 何山无意间发现马克在自己的国家还有一名女友 被欺骗的何山忍无可忍 怒气冲冲跑去马克公司讨料说法 当着领导和同事的免删了渣男几大耳光 何山在和阿峰交往过程中暗列上一位北京律师 为了和律师拉近距离 何山亲自去北京陪了他一个月 谁知律师始终把他当成普通朋友 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何山渴望爱情成功 又怕陷入失败的泥潭 不过不用完全担心 因为他知道阿峰就是泥潭里 那只能托起他希望的手 最让我欣慰的是我 我竟然养了他 是我孤独难受的时候 他在陪我 闺蜜劝说何山不要再挑三拣四 适当降低择偶标准 找一个差不多的男人抓紧结婚生子 再等几年就绝境了 可何山从来不往心里去 我生路出来我就领养一个了 每次会说一下贡献领养一个过 然而何山这次归来一切都变了 阿峰许久没有和他联系 当然何山也没有闲着 他又交往了一位新男友 男孩叫吴明28岁 两人通过宠物狗相识 吴明比何山小9岁 何山对他各种条件都比较满意 唯独担心年龄 现在看起来两人相差无几 可他50岁时吴明刚40出头 何山害怕自己年老色衰 吴明会离他而去 尽管吴明再三保证年龄不是问题 最终由于何山的强势和脾气问题 吴明果断选择放手 突然有一天 阿峰告知何山他要结婚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何山知道后犹如兜了婚一样 一个人窝在沙发上一语寡欢 爱情往往在不经意间错过 何山不知自己的犹豫是对还是错 一患又到了春节 过了这个年 何山距离40岁大官又进了一步 今年离婚的闺蜜选择和他一起过年 因为闺蜜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 因此他对婚姻的态度反感 言语间似乎在传达何山 没有男人照样能活的很好 现在这个社会也不会说谁离开谁没饭吃 对不对 只有中国人才有圣女这两个字 这在发达文明国家哪有这两个字啊 简直是扯淡 两人一唱一鹤好像在说相上 男人和婚姻在他们嘴里一文不值 即使有个幸福的家庭也把你给累得要死 当今圣女越来越多 这绝不是一句眼光高低就能概括的 由于学历不同 家庭不同 工作不同 因此每个人的际遇不同 如果你还没有遇到那名和你同频共振的另一半 不要着急 也许只是机缘未到 或许转角就能遇到爱 好了本期影片到这里了 我是怪兽 怪兽的说下期见